為六甲家的執業財開拓國六甲的衝擊 協助六甲有最好的執財 獲見頂頂的醫療照顧各務 當時來幫助六甲重新回到執政 保理基督教病醫 今年通過勞動部認定 新聞南道館唯一的執財精靈 獲見全執病醫 未來中的檢查六甲發行執業財開始 也更必須要來到何關節困料 請接下来 南道館是農業大館 有被叫六甲在這裡辛苦付出 也帶頂頂三甲和經濟發展 萬人不幸發生執業財的時尊 無論是醫療還是服務 農業前都多關節 才能處理執業財獲的問題 對六甲來說相當的不方便 也增加他們的負擔 南投信政府為了協助職在勞工 能夠渡過難關 我們也成立了職在勞工服務的窗口 只要我們知道職在發生的訊息 我們就會啟動主動服務的機制 對於職在勞工的權益保障 還有他所面對的後續的處遇 我們都會積極的來協助 他們處為了讓南投管的勞工 也能享有平常的待遇 在這家的情處之下 保理基督教病醫 將於在今年通過勞動部 認定為職業在海這項合見的專制病醫 職在以後他一定會有一些 身體上面的一些失能 心理上面會有一些壓力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會幫他做生理跟心理的評估 然後可以幫忙他負能的 我們就幫他負能 看他能夠負能到什麼程度 如果負能不完全 因為有些失能是可能永久性的 那我們就根據他負能以後 適合的工作是什麼 我們會幫他媒合這樣 保理基督教病醫是南投管 目前為他在一間人中的病醫 未來這個專業專制的單位 將會可以償金 讓他多多老工朋友 這個專制醫院 對未來大保理地區所有的民眾 包括我們老工 他們關係非常大 因為現在的社會 我們的植栽很多問題發生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 來照顧我們 埔里國姓仁愛的鄭民和居民 因為我們埔里政 勞動者還有農民居多 那所以在這裡呢 除了非常感謝我們中央 對這些植栽勞工的體恤 那我們也很慶幸 南投縣政府 跟我們的埔里基督教醫院 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全國母親 只有28間醫療機構 辦理這個業者 和老工認定的 執政學研的專業機構 有了保理基督教病院 先為南投縣在地羅工的後遇 讓羅工的勞力 在地上最大的保障 繼續環隆坤插風報導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